屏东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吴宏仪博士 日前在校园接受采访时 他也推崇了新唐人电视台的音乐赛事 所指定的比赛乐曲都是非常经典的曲目 他认为好的音乐可以进化人心 提升人的素质 在比较大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的办公室内 吴宏仪博士正知道该校患有自闭症 却拥有音乐天赋的专案学生李尚轩练琪 在看了新唐人电视台音乐赛事的章程之后 极力推崇这场国际性的比赛 我们新唐人电台办的这些钢琴大赛 小提琴大赛 声乐大赛 又选择了这些最经典的这些古典曲目 其实它已经达到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价值 他并进一步阐述这项价值 好的音乐它最大的价值是在进化人心 跟提升人的素质 一个患有勾动型自闭症的孩子 在评教大师党们爱心的专案计划中 陈主李尚轩母亲感谢地表示 透过音乐的洗礼 也许上帝为他开启了另一扇窗 这里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克宗张国华 在台湾屏中的参忘报道